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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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朋友好 我們這一期要做的作品叫做酸鹼火箭 好 我們準備的材料 書家美西杯 寶特瓶 硬的吸管 細的跟粗的 然後這邊我們要準備兩種化學的材料 這個材料叫做檸檬酸跟小豬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先來做火箭的本體 這個出吸管波巴吸管是當成所謂的火箭的本體 先把這個斜角的部分把它剪掉 好 那接下來呢 因為它是一個連通的塑膠管 所以我們要把一端把它封閉起來 那我們就直接先把我們的前端這邊 我們用透明膠帶封好 然後呢 把多餘的部分剪掉 我們把它大概折一公分的長度 然後把它反折回來 我再用我的透明膠帶把它密封起來 我們利用一個很簡單的華特瓶 我們要取它的瓶的位置 我們可以利用美工刀 把它稍微切兩個切口 或者直接用剪刀剪也可以 好 我們把瓶的部分把它取下來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用剪刀 把瓶的部分這一塊把它剪起來 我們先把大概的三遍線剪下來 把它疊放在一起 然後呢 直接用剪刀 我們剪一個三個比較相同的形狀 因為等一下呢 火箭是直接側向著這個基座 側向的 所以因此在它的這個位置 應該是一個平行四邊形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用我們的手 直接把它往裡面捏 捏一個凹折出來 注意 都是同一個形狀 我們用細的雙面膠帶 把它黏好 我們底座的地方把它黏起來 黏的時候一定要特別注意到 就是盡可能 吸管的底座的地方 一定要保持它表面是乾淨的 好 你看 這時候我們已經把火箭做好了 非常簡單 對不對 我們要做一個叫做藥柱 這個藥柱 我們用這個細的液吸管 我們大概選大概三分之一的長度 好 我們把這個保麗籠 直接把它切成一個正方形的長度 我們把它切一半 我們只要一半的長度就可以了 我們就把它放在桌面上 把它壓住它呢 我們輕輕的怎麼樣 把它的角切掉 好 所以已經把它從一個正方形 變成一個叫做八邊形 當你把它變成一個八邊形之後呢 就不要再切了 我們把它放在桌面上慢慢的壓 這一擠壓之後呢 你會發現 當我捏完之後 它是變成一個圓柱體了 好 這時候呢 我們試著把它塞進去 好 塞進去之後 你小朋友發現 好像有點阻力 剛剛好 阻力不能太大 我們把我們的藥柱的一端呢 把它剪一個斜角 這時候呢 把它輕輕的往裡面塞進去 好 這時候 我們再把它固定起來 我們用手把它捏起來 老師用剪刀 把它剪一個斜角 隨便剪 不要太多就行了 好 剪完之後呢 把它顛倒過來 小朋友就知道 我們為什麼要在我們的這個 藥柱的吸管上面剪一個斜角 你看這個藥柱好多的孔對不對 那這個孔本身就有一個功能 只要我把小豬打粉 放到這個藥柱裡面去之後呢 只要這邊有檸檬酸 就會跟這個地方 跟這個地方 跟所有的接孔的地方 都會產生反應 那這時候所產生的這個氣體的量 就會比較大 我們用這個杯子裝一點檸檬酸 剛開始操作的時候呢 我們檸檬酸的量要少一點 然後呢 再把水加進去 攪拌攪拌攪拌了一段時間 發現杯子的底部還有顆粒 那就表示說在這個時候的溫度 我們的定量的水能夠溶解的 檸檬酸是一個固定值 那這時候就達到飽和狀態 藥柱的裝法非常簡單 只要把你的小豬打粉 這個袋子打開之後呢 直接把我們的藥柱 往裡面壓進去 好 在壓的過程當中 有扣隙的地方呢 就會被鼻子的推擠 將我們的小豬打粉 把它塞到我們的藥柱裡面 盡量稍微塞緊一點 最後把藥柱裝完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在裡面稍微抖一抖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來裝我們的這個檸檬酸 加到的位置在這個地方 從鏡頭上可以看得出來 在這個位置檸檬酸 好 這時候呢 我們把它塞進去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操作 我們說現在這個時候呢 上面的是小豬打 下面的是檸檬酸水紅葉 因為沒有接觸到 所以不會產生反應 好 接下來我們把它倒閉 這個火箭叫做酸鹼火箭 它用的是小豬打跟什麼 跟所謂的這個檸檬酸 那在化學反應裡面 我們可以知道 檸檬酸跟小豬打 這兩種物質很特別 檸檬酸是酸 小豬打是鹼 那這兩種物質混合在一起 在水紅葉中的時候呢 它會產生一種叫做 二氧化碳的氣體 這二氧化碳的氣體 就會怎麼樣 就會產生一個膨脹的壓力 在水紅葉中的時候 它會產生後的火箭 在水紅葉中的時候 要用到小豬打 還有很多個ольше的 水紅葉中的水紅葉中 在水紅葉中 在水紅葉中 水紅葉中 祝免 搭配 放鬆